当我们知道,一台机器是如何执行智能功能时,它就不再被认为是智能的。 人工智能 英文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简称 AI 即人类创造的机器智能 Machine Intelligence 与人类和动物所具有的自然智商 Natural Intelligence 相对应 人工智能的历史,始于上古时期 当时的哲学家、数学家、甚至小说家们 开始为大家的思维,插上想象的翅膀 比如,希腊神话中的金色机器人和人造人 中世纪时期,与炼金术一起流传的摩像 十九世纪创作的科幻小说等 不管是神话、故事,还是猜测 人工智能相关的描述 全部都是大师们智慧的结晶 后来,古典哲学家们 尝试着将人类的思维过程 描述为对符号的机械操纵 自此,搏下了现代人工智能的种子 1940年代 艾伦图林在数学逻辑学方面的研究 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它的计算理论表明 机器可以模拟形式推理的任何过程 可编程数字计算机的发明 神经生物学、信邪论和控制论的发现 激发了来自数学、心理学、工程学、经济学 和政治科学等领域的少数科学家 他们开始认真讨论构建电子大脑的可能性 1950年 图林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 推测了创造具有思考能力机器的可能性 论文中 图林指出 如果一台机器 可以像人类一样 与人类进行无法区分的对话 那么 可以说该机器在思考 由于思维很难被定义 图林还专门设计了著名的图林测试 同时提议 将关注点从机器是否是智能的 转变为 机器是否有可能表现出智能行为 图林测试 也是人工智能哲学中 第一个专业且严谨的建议 Allen Matheson Turing 生于1912年6月23日 是英国计算机科学家 数学家 逻辑学家 密码分析学家 哲学家 和理论生物学家 他被誉为理论计算机科学 与人工智能之父 人工智能领域的专项研究 开始于1956年在达特茅斯学院 举行的一个研讨会 由约翰·麦卡锡 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一词 预会者包括卡内基美龙大学的Allen Newell 和Herbert Simon 麻省理工学院的John McCarthy 和Marvin Minsky 以及IBM的Arthur Samuel 他们是人工智能的创始人 也是数十年来相关研究的领导者 当时相关团队向人们展示 电脑能够学习跳棋 并且比一般人玩得更好 还可以解决自带数问题 证明逻辑定理 甚至讲英语 各种成果展示 加上媒体的跟风渲染 让大家对人工智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各方机构和各国政府 也开始投入大量资金 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多个实验室 此般种种 令相关研究人员 对未来的发展极为乐观 然而 他们严重低估了一些任务的难度 使得项目进展极其缓慢 1974-1980年 被称为第一个人工智能冬天 1980年代初期 由卡内基美龙学院 为数字设备公司迪吉多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 Scam专家系统 取得了巨大成功 1980年 迪吉多在位于新韩布什尔州塞勒姆的工厂 首次投入Scam使用 它大概包含有2500条规则 通过减少在技术人员出现错误时 为客户提供免费组件的需求 加快了组装过程并提高了客户满意度 到1986年 Scam已经处理了8万个订单 并且达到了95%至98%的精度 据估计 在短短6年的运营中 该系统为公司节省了超过4000万美元的运营成本 这里说明一下 在人工智能领域中 专家系统是模拟人类专家决策能力的计算机系统 旨在通过规则推理 来解决复杂问题 第一个专家系统 创建于1970年代 然后在1980年代激增 专家系统 也是最早真正成功的人工智能软件形式 专家系统分为两个字系统 即推理引擎和知识库 其中 知识库代表事实和规则 推理引擎 则将规则应用于已知识时 以推断出形式时 推理引擎还可以包括解释和调试功能 XCAN的消息公开后 世界各地纷纷开始部署商业专家系统 到1985年 各家公司在人工智能上的总投入超过10亿美元 同时 相关服务支持行业 如与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包括Technology和IntelCorp的软件公司 以及Symbolics和Lisp等硬件公司 他们创建了专用的计算机和编程语言 用以优化处理人工智能问题 然而 这股浪潮仅持续到了1987年 专用人工智能硬件市场就崩溃了 当时 太阳维系统等公司推出的工作站 提供了强大的替代方案 而Apple和IBM制造的台式计算机 更是提供了一种简单且流行的体系结构 来运行Lisp应用程序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整个行业 就被完全取代 1987至1993年 被称为第二个人工智能冬天 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 人工智能已经运用于物流 数据挖掘 医学诊断等多方领域 进入新世纪后 随着计算能力的提高 特别是在摩尔定律的加持下 人工智能的发展 与计算机相关的联系 已经越发紧密 1997年5月11日 神兰再一次击败了国际象棋比赛世界 衛冕冠军Gary Kasperov 成为该项赛事 第一个在规定时间内 战胜世界冠军的智能系统 当今社会 随着硬件技术多次突破 相关算法进一步改进 以及大数据的全面收集和运用 使得机器学习和感知的能力 在一次长足发展 大家对于使用人工智能来解决特定问题 也越发开始重视 在统计学、经济学、汉数学等方面的运用 更是达到了全新的高度 2012年左右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数据深度学习方法 开始大范围的为人们所接受 比如 智能手机中的个人助理 从2015年10月至2016年3月 AlphaGo在五次比赛中 四次击败了曾经18次获得世界冠军的 韩国职业围棋选手李世时 比赛结束后 韩国Badak协会授予了AlphaGo荣誉九段 这一最高的大师级荣誉 以表彰AlphaGo在精通围棋方面的真诚努力 该比赛于2016年12月22日 被科学杂志评选为年度突破亚军之一 在2017年举行的未来围棋峰会上 AlphaGo连续三次赢得了和中国棋手柯杰的比赛 柯杰曾经多次战胜李世时 并且当时的他已经连续两年蝉联世界冠军 这在人工智能发展史上 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因为围棋是比国际象棋 更加复杂的一项运动 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五分之一的公司报告说 他们在某些产品或流程中集成了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相关研究能够快速上马 这和冷战环境有相当大的关系 当时美国政府对前苏联文档 和科学报告的自动即时翻译特别感兴趣 政府从1954年开始 积极支持机器翻译方面的工作 一开始研究人员都很乐观 但是他们低估了此一消息的巨大困难 为了翻译准确 机器必须了解整个句子的含义 否则便会出错 比如心有余而力不足 将其汉语来回翻译后 就变成了福特加酒好 但肉烂了 甚至把视而不见义成了盲目的白痴 当时的研究报告指出 机器翻译比人工翻译更昂贵 更不准确 并且速度更慢 后来的研究人员 将这类问题称为常识性知识 并且人工智能研究中还增设了尝试推理分支 专门模拟人类的推测能力 即便是现阶段 其依然是人工智能相关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困境 还记得Siri吗? 就是那个关于人工智能和人工智障的故事 长久以来部分人群存在一个观点 他们认为 当人工智能成功解决问题后 该问题就不再是人工智能的一部分 实践中的人工智能相关运用 只是实现了智能行为的计算程序 这种方式 很快就能被吸收到任何应用程序领域 并与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起更好地为功课难题给予帮助 而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 只需要负责功课那些尚未解决的难题 即可 当前 许多声称运用人工智能的系统 可能只是专注于某一特定问题的狭义智能运行 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真正人工智能 比如Siri Quartena 和Google Assistant等均如此 他们只是在有限的预定义功能范围内运行 将自然语言处理与预定义的规则一起使用 比如 今天天气怎么样 明天会下雨吗 闪电崩盘 当时 市场突然出现大幅下跌 虽然 这只是暂时性的情况 但是 却也吓坏了不少人 一些群体认为 狭义人工智能相当脆弱 由各种无法预测的方式导致失败 其产生的后果可能相当危险 比如导致电网中断 损坏和电站造成全球经济问题 以及自动驾驶的汽车出现低级的交通事故等 在人工智能领域 智能代理 Intelligent Agent 简称 IA 有自主行为 其通过传感器观察环境变化 在有执行器完成现实目标 聪明的智能代理 可以让其学习或使用知识 来实现一些目标 它们有可能特别简单 也可能非常复杂 例如智能恒温器 就是智能代理的势力之一 通常将智能代理示意性地描述为 类似于计算机程序的抽象功能系统 因此智能代理 有时也称为抽象智能代理 以将其与计算机系统 生物系统的实际实现方式区分开 由于智能代理强调其自主性 因此也称为自主智能代理 或是理性主体 人工智能中的智能主体 与经济学中的主体密切相关 并且在认知科学 伦理学 实践理性哲学 以及许多跨学科的社会认知 建模和计算机社会模拟中 研究了智能主体范式的版本 智能代理 也与软件代理密切相关 在计算机科学中 术语智能代理可用于表示 具有某种智能的软件代理 无论它是不是Russell和Norvik定义中的理性代理 例如 用于操作员协助或数据挖掘的自制程序 也称为智能代理 人工智能的研究 是高度技术性且专业的 各个领域分支 相关理论和技术都极其深入 并且彼此之间各不相通 因此 要想做到让人工智能像人一样聪明 困难重重 其中 所涉及到的知识和范围极为广泛 比如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算法 就必须经过长时间训练 才能提高智能 然而 随着处理数据量越发庞大 运行速度将会受到重大影响 进而 出现消失梯度等问题 人工智能的核心问题 在于重建能够跟人类相似 甚至超过普通人的能力 包括 推理 知识 规划 学习 交流 感知 移动物体 使用工具 和精准的机械操控等 要想实现完全体的人工智能 AI Complete 仍然只是该领域的长远目标 当前 人工智能在影像识别 语言分析 其类游戏等 单方面的能力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水平 另一方面 在搜索 数学优化和逻辑推演上的应用 以及 经与仿生学 认知心理学 概率论 和经济学的算法等 也在全面探索当中 从1991年到2015年 计算机功能已增长了大约100万倍 因此 很多人坚信 人工智能真正的春天 已经到来 人工智能的发展 基于人类思维过程可以机械化的假设 相关的推力和研究 历史极为悠久 甚至早在公元前1000年 中国 印度 和希腊的哲学家们 就创造出了结构化的形式演绎方法 但是 绝大多数民众所熟悉的人工智能 都被严重夸大了 就其来源 往往是一些媒体报道 甚至影视作品 在人们想象中所存在的人工智能 严格意义来讲应该叫做强人工智能 或者超级人工智能 也就是 简单的讲 人工智能可以分为两部分 即人工和智能 人工表示由人设计 为人制造或创造 关于智能这方面 却一直存在争议性 这其中涉及到意识 自我 心灵 甚至包括无意识的精神等问题 而且 人类对智能的唯一了解 只来源于人本身的智力 但是 我们对人类自身智力的理解 其实非常有限 对构成动物智力必要元素的了解 也很模糊 因此 很难定义 什么是人工制造的智能 不过 有一点大家是有共识的 如果真的出现超级人工智能 它一定是能推理和解决问题的智能机器 并且 这样的机器将被认为是具有感知和自我意识的 约翰·罗杰斯·西尔勒教授认为 强人工智能 本身就是有思维的 开个脑洞 你知道智能爆炸吗 在可预期的未来 硬件和技术方面的问题 将不再是壁垒 如果有一天 真的出现了超级人工智能 那时候的世界 会是什么样的呢 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史上 道德约束 Eth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一直是人们要不开的问题 既要规范 人类对待机器人的道德约束 也要考虑 机器人权利的相关问题 更重要的是 衡量人工智能 甚至是超级人工智能 是否会对人类构成威胁 1976年 约瑟夫维森巴姆教授提出 包括 客服 治疗师 护理人员 士兵 法官 警察等职业 均不适合有人工智能取代 其中 最主要关注的一点 就是同理心的问题 在很多事情上 人们或多或少都有过感同身受的体验 比如 同情和愤怒 这也是亲社会行为的表现 甚至 我们在动物身上 也能观察到这一现象 比如 海豚曾经拯救人类 免造溺水 或鲨鱼袭击 如今 人工智能相关运用极其广泛 包括 自动驾驶汽车 无人机 医疗诊断 艺术创作 例如诗歌 证明数学定理 玩游戏 例如国际象棋或围棋 搜索引擎 例如Google 在线助手 例如Siri 照片中的图像识别 垃圾邮件过滤 预测航班延误 司法判决预测 在线广告追踪等 随着社交媒体网站取代电视 成为年轻人获取资讯的主要来源 新闻机构 也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发行 许多发行商 更是大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以便更有效地发布新闻 甚至产生更多的新闻 大家对人工智能的理解 千万不能停留在过往的认知 你可能不知道 由于学习练习和算法设定的关系 很多人工智能 其实都有自己的爱好 甚至偏见 比如 有观察发现 某些人工智能具有偏爱男性的特征 就其原因 可能是其相关程序员 男性更多的缘故 超级人工智能 会有哪些行为 他 会选择造福人类 还是破坏世界 这对于普通民众而言 应该是期待多于个例吧 毕竟 希望总在变化中 你 准备好了没 他来了